快點,日本沒有了尾班車,死人,快點 在東京每晚的11、12點都會是這樣的 他都說快點,還快點 日本有個字叫中電,即是尾班火車的意思 玩完,世界每天都要玩完 沒有車回家,準備睡覺 全部都是趕不到尾班車,慘 我日常生活得,有幾次贏的 那錯了中電怎麼算好呢? 我們一起看看東京人有什麼選擇 你看看這個表,然後我們一起去不同的選項 來旅行或者旅居,就算走到尾班車 都知道要怎麼做,Let's go 首先4.2%的東京人會選擇 繼續喝下去喝天光 兩三杯飲料都是100港元左右 日本的酒很便宜 而5.3%的東京人會選擇 暢通宵傾 現在就去了這一間暢一人K的K房 看看是什麼環境 Thank you very much 這裡 哇,這個就是一個一人K房 你看,整個自修室 這個應該是一個最多娛樂的選擇 你可以唱一萬通宵K 收貨也不是特別貴 每30分鐘600日圓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唱通宵的package 10點鐘唱到凌晨5點頭彎車走 2600日圓,130港幣 不算貴 好,點歌 介面呢,看一下 介面全部都是日文 不懂日文怎麼搞呢? 不要緊 我們是香港人來的 Hello,Hello,Testing,Testing 因為香港很多語囊曲 八九十年代都是日本改編歌 你來到不懂日文 過不緊要 點一首以前的改編歌 就可以唱廣東詞 這首就是梅艷芳的夕陽之歌 曾遇上幾多 風雨翻 編織我交錯夢幻 這裏是密封的環境 所以你怎麼叫都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常常隔音 WAHOO 一天上 上到跪去 彈二晚 我認為這裏是一個 長期長途宵宵的好好的選擇 因為字是一個人來 不怕酒音、不怕叫 但就不是一個睡覺的好選擇 因為這盒是躺平不到的 幾經辛苦 發現這裏原來有一個中文的 繁體中文字 就是閹角版 很多日文版的工藏 這裏是沒有的 以我這一個半月的觀察 有不少販賣機或這些介面 很多次一用外語 很多功能都沒有 又或者是 按了兩三秒 自己會變回日文 都...挺難搞的 很期待這個富士山下的MV 究竟是怎樣 哈哈哈哈 純文字 哈哈哈哈 他每一句廣東話的歌詞 都有一個日文的假名 在上面教你怎麼讀這個歌詞 所以各位香港人 下次 Miss Me的班車 可以考慮一下長期 因為有一場陳奕訊 我絕不罕有 往街旅遙過一周 我變化烏有 其實日文版的介面 還有很多奇怪怪的功能 例如這些像IG Filter 的Effect 沒有屎嫂 HELLO HELLO 我太超了 還有一些變聲的Effect 所以如果你們下次來日本唱跳 也可以嘗試玩一下這些功能 好了今天就玩著這麼多了 哎呀 立刻去第二站 來 現在的時間是2點46分 現在是上夜 另一個選擇就是睡大名鼎鼎的日本網吧 不是模擬,我們真的喝完的 真的過了兩點多 去找一間網吧,stay一晚 現在你看到這些DVD鑑賞 也是開通宵的 我們就不進去看,因為有點不顏 因為DVD店都是刺激愛情動作的DVD 這裡就是大名鼎鼎的上夜環丁 我們走多兩分鐘就要在今晚網吧的位置 小聚 在日本有一個現象 就是人口和資源過度集中在東京 所以東京市區的住宅成本超高 有不少人會選擇住在郊區 又或者是東京附近的衛星城市 每天有很多居民需要跨區上班上學 東京的人口1400萬 連周邊的衛星城市人口有3700萬 也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城市 而大部分這些地方都是靠鐵路網絡去連接的 你想像一下,每天有超過1000萬的上班族 透過鐵路由郊區市區中間穿梭 所以也衍生了很多日本獨有的鐵路文化 就例如繁忙時間的通行地獄 以及今天所說的中電文化 有不少日劇和愛情動作片都可以用它來做主題 我聽說而已,朋友說 後面有的士,但太貴了 我們傳說中的網吧 這個也是一個本地人紀業門的選擇 13.9%的東京人會選擇在網吧過夜等頭班車 如果你想在一個獨立的房間裡休息 明天有頭班車 但同時也有預算上的考慮 這個網吧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價錢上便宜得很誇張 它已經有這個早晨的包裝 5個小時,連賣水1100日 那你就可以1點鐘進去 然後就留到5點鐘頭班車走 我今晚就要在這裏睡 這個究竟是什麼 咦?我有一張椅子 這樣坐著椅子 這樣就可以用電腦了 USB就叫來開電腦 好久沒用個PC 哇,差不多真的可以 非常好 真的有分別嗎? 其中一個網吧最重要的功能 它就是有電源給你充電 還有FreeWiFi 那究竟整個人平坦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OK 起碼伸得直至腳 這東西很重要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叫做好的睡覺 這個雖然叫網吧 但整個設施都好像被你在這裡住 除了洗衣服之後 你還可以去浴室沖一個漂亮 都挺舒服的 但我就不建議用它的毛巾 吸取上次經驗 這條就是絲火夜 過夜肯定會肚餓 那你就可以在一樓 有一個咖哩飯放題 這樣就只有咖哩、汁和飯 還有一杯免費的飲料 甜飽肚來講 味道真的不錯 如果你睡不著 這裡有大量的漫畫和雜誌報刊 可以給你看整晚 除了這些獨立的網吧房之外 你還可以選一些價錢便宜一點的按摩椅位 也是讓你度過一個晚上的 不錯的選擇 好了 搞定所有東西 吃飽了 頭髮乾了 睡覺 明天天亮 我就搭早點的火車 回家 大丈夫 能屈 能伸 整個體驗比我想像中好 看上去都算乾淨 舒服就沒有去粉 頂三四個小時 頭班車回家 還可以的 這個價錢還想怎樣 各位早晨 睡到一點點了 6點08分 有火車了 由東京去近郊 你看地圖好像很近 例如東京站去橫濱 其實是超級遠的 有40公里 大概是柴灣到天水圍的距離 你覺得近是因為鐵路網絡做得好 乘火車30分鐘便到了 20幾30港元 不錯 但乘的士 800至1000 所以走的尾班車 索性等到明天才回去 因為就算連住酒店都比乘的士便宜 我這次是親身體會到 去不同地方留一晚 是一個比較正路的選擇 Check out thank you 天光了 乘火車回家 我好累 讓我休息一下 我們看下一個選擇 好了 又到下一個錯誤了 尾班車的選項 根據調查顯示 非常之多謝Cashmelo的贊助 Cashmelo是一個海外提款的APP 有了APP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日本的七仔銀行 Seven Bank的貴員機 直接按錢出來 首先你就要下序它的APP APP裡面可以直接看到即時的匯率 只需要按幾個按鈕 就可以很簡單地唱外幣 唱完之後 是沒有提款和保存的期限 隨時隨地 你沒有提款卡都可以拿到錢 在APP裡面 它會清楚地顯示整個交易所需的銀碼 下一步 賬戶選擇 透過銀行匯款 去到Cashmelo的戶口 它們暫時還未接受B.O.C.Pay Pay Me Z.A.Bank 和Mox Credit這些非銀行的轉賬 轉賬完之後 上載匯款的收據 然後就會出現成功批核的畫面 還會顯示哪裏會有Seven Bank的ATM 這個時候畫面就會顯示兩組數字 你將這兩組數字打入ATM 就可以成功拿錢 有了Cashmelo 過來日本旅行 唱錢是非常之方便的 Easy 不用像之前那樣 經常去找換店 比較不同的回率 又很麻煩又帶很多現金 除了日本之外 韓國和泰國都用到的 你用到什麼 還不快點用下面的連結 下載Cashmelo 好了 又到下一個MISS了尾班車的選項 根據調查顯示 1.3%的東京人 會選擇 睡街 我經常都在想 究竟為什麼他們 每個人都會喝到這麼醉 原來是跟職場文化和生活壓力有關 除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應酬之外 原來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的文化 是盡量不想影響到別人 所以很多東西 平時很難開口 需要藉助酒精的作用 去說某些話 如果不適合聽 唉 不好意思 酒量很差亂說話 不關我的事 其實他們很多都不是選擇睡街 我想應該是喝到 沒什麼致控能力 周末的新宿和攝谷 凌晨2-3點這時間 我自己的經歷 平均一兩分鐘 就會有人大叫一次 日後的日本和喝醉的日本 是完全不一回事 現在是凌晨2點的新宿街頭 大部分人的街頭都是斜的 斜 斜 不過日本最有趣的地方 雖然街頭不醉走路 但依然是感覺很安全的 睡完街睡完公園之後 我們是時候看看下一個選項 另一個選擇 就是這些Capsule Hotel 膠囊旅館 但相信沒有其他選擇 那麼便宜 根據調查 有6.7%的東京人 是會選擇住這些膠囊酒店 那一定舒服過網吧 但價錢貴三四倍 平均在東京一晚Capsule Hotel 大概200港元左右 這次我就選擇這間特別 叫做頭等倉 你當是一個大一點的膠囊 但這個廣東名 這裡不可以吃東西 不可以說電話 不可以大叫 我想跟其他外面的酒店不同 就是它的隔音會不會太好 它的設施也是 對啦 有看漫畫 有個酒吧仔 然後有個 common area 最特別的 它是有個前湯 可以讓你去浸浴 那這個頭等倉 躺下去當然是很舒服 但它的價錢 是要500元港幣一萬的 酒店都可以住 所以我下次會選擇 普通最基本的太空倉 整件事是來得更合理 隨意換好了 準備睡覺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休息真的舒服 你不用捱到頭班車 馬上趕著回家 早安 這個是一個超級舒服的選項 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然後做其他東西 晚上才回家都不遲 好 我們去下一個選項 其實有54.4%的東京人 都是選擇搭的士 這套截的士 是永遠不會截到的 不論你是Local還是遊客 咦?是不是有車? 有型的車 我截的士的時候 發覺很複雜 因為它車頭有很多不同的字樣 你會看到空車 葛爭 泰酒 只有兩個山看到 可以上車 第一就是空車 就是正常空車 第二就是葛爭 就是夜間收費 會收貴一些 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他的山都代表不可以上車 它有各自不同的意思 你看看這個表就知道 很複雜 起碼有九種 兩點了 不是說你有錢也能搭到 全街的人都接著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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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睡網巴方面 現在試一下Uber 這裡是攝谷 我住那裡是東中野 他說是3700多日圓 至4870日圓 有了 車到車到車到 Thank you thank you Uber Thank you 嘩 衝著上車 足足等了半個小時 好了 現在就等我Mario 跟大家直擊一下 傳說中的日本的士 究竟有多貴 好 出發 起飄是500日圓 然後每255米就加100日圓 我看一看外面的景色 再看 哇 已經1200了 哇 再看一看 1400 一條巴一跳 1500 哇 我再看 已經是4000了 有一件事分享 就是我在東京搭的士的時候 有一次上車 跟司機說要去這裏 然後司機說不去 我心想 喂 不是吧 東京搭的士一併拒載 然後經過一輪溝通困難之後 司機最後都面為其難 送了我去目的地 下車之後 上網查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東京的的士司機 是不喜歡掉頭的 因為東京的路很窄 和很多車 掉頭很困難 如果要他繞一個大圈 回到你的方向 再繼續走的話 司機會不好意思 因為覺得浪費了你錢 所以我們如果下次在東京搭的士的話 最好就是在Google Map 找到的方向 先要截車 這樣會是最好 下車是4900日圓 哈哈哈哈 200港幣 坐了10分鐘 你要記住現在日圓對港幣是新低 近年的 十幾年前說高的時候 這一程是要成400元 好了 終於回到家了 嘩 我以前以為 坐的士只貴那麼簡單 所以人們才睡網巴去上通宵旅 但發覺不是的 原來一截的士都是很麻煩的 沒試過就不知道 今天試過 睡一下網巴真的比較容易 這些沒那麼辛苦 網巴又不是真的那麼舒服呢 我之前又是走了尾班車 無意中去著這間沒有頂的網巴 你看到那個環境都真的非常一般 它這個這麼小的空間 隔了足足超過100個位出來 你看到旁邊左右擺了很多東西 看上去他們不像是走了尾班車過去 更加像是在那裡長住的人 經過了解之後 原來這裡是一個日本在90年代經濟泡沫之後 產生的一個叫做網巴難民的社會現象 東京政府19年的數據說 全國東京有5126名無家者 當中有4000人就是躺在這類型的網巴裡面 在三年前疫情最高峰的時候 這一類的網巴被迫關閉 令到裡面住的人要搬走 他們甚至要躺街、躺巴士站 背後的問題很複雜 我這段影片就不多說了 有興趣可以看CNN和BBC的專題文章 這次的意外對我來說 絕對是一個震撼的教育 因為真的看到日本風光意外的另一面 我最後決定吃了杯麵之後 盡早檢查一下 看著地鐵站開閘 立刻搭頭班車回家睡覺 好了,分分正題 根據日本求職網Doda的數據 日本二十多歲的打工族 平均每個月的收入是14000港元 假設你們的收入和年齡相約 如果你們在日本錯過了班車 你會選擇哪個選項呢? 留言告訴我 照教我 留言的時候說你身處的地方和年齡 如果想知道日本的生活是怎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如果你們想知道東京生活的點滴 或者一些內容資訊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會定時定後在上面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Till next time Shoot!